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个佛法的一个传承 当时师父就是给我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指示 虽然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怎么样能够在快速的时间 能够找到这样的一群 能够呈现其后的一个青年人 那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 那就最快的方式可能就是办一个应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位 就是说它叫做国际哈佛青年营 我就是把它设定它就是一个 接引青年人来入门学佛的应对 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心灵的依靠 跟心灵的家园 因为我就是发觉说 其实年轻人好像看他们就是很活跃 但是我觉得他们内心也蛮苦的 也蛮迷惘的 好像人生就是找不到一个目标跟方向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 主要是要传达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说那应该要给年轻人是一个传承 那要传什么给他们 也不是说只是请他们来参加一个营队 而是真的要把灵鳩山的最核心的精神 也就是灵鳩人的精神传给他们 师父一直把这个三好五得 就是生好口好意好 跟正面积极乐观爱心愿力 他一直认为就是灵鳩人的一个人格特质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是要办一个 就是以体验为主的一个营队 可以有三好五得的精神 然后贯穿在整个活动里面 让他们学习的是这种特质 它并不是就是只是一个佛法的课程 他能够学习一种佛法的精神 我们有营队 我们感力挑战 我们是有满足 体验的课程他们最有印象 最喜欢然后学得最多 因为他自己亲身参与了 所以不是我讲课你听 而是等于你用你自己的经验 你学到了 好让他们自己去分享 他印象更深刻 然后这个以心见心呢 让他们每一个人从不认识 就从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大家把心交出来 所以很快他们就完全融成一团 可是这里头就没有一点点缩教 也没有我说你听那样子 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你听你看都不如你做 就是说我们这个营队不是让他来快乐三天而已 我们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在运作 当你看到这个核心的东西 有在学员身上拉出来了 你真的会很觉得说这一切都很值得 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是 我们这个哈佛园它不是死板的 不是只是去到就是要学 学怎么样敲木仪啊 怎么样念经啊 都很活 很活 而且在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知识 很多的没有想到的东西啦 比如说无常 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想到无常 对 然后那个老师这样一带下去 才发现 随时这些无常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一个课程是非常时刻 它是说生命的无常 那时候就发现怎么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怎么没有及时的向我们爱的人表达我们的爱意 及感恩 对父母的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都会觉得啊 你所当然生气啊或者什么就会跟父母顶嘴啊 或者是跟兄弟姐妹吵架 然后我就跟我主缘分散战的想法 其实带给我的震撼 然后我就我就说我回去我一定要改变 我要开始感恩珍惜 然后要尝所爱语这样子 心到师父的理念就是强调觉察自己的内心 关照自己的内心和让自己能寻求那个宁静 就是师父所提倡的宁静运动 让我们学生经常忙于课业的 在这个营队的时候学到了怎么停下来静下来 去感受我们此刻心是在想什么的 心到底是什么 你看这三个课程其实都在讲一个心 那心是无法用文字语言去表达 可是透过活动 他们可以某种程度的体会到自己的心的一些状态 那这些状态的掌握 我觉得随着我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有禅修的这种体验以后呢 我就可以掌握得更好一些 其实你们一生一次能够体验的课程 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 或在人生当中的哪一刻你会拿出来用 而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充满了外面是不安全的 所以都希望把小孩留在家里 他可能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手机啊电脑啊 所以并没有办法真正出去跟人家面对面 那我们设计这个课程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再关在家里头 能够出来 打开自己 能够跟更多的人学会相处 学会信任 学会乐观啊 乐观到底是什么 进取到底是什么 它听起来都是名词 可是你进到营队里头 你可以亲自做到这些的时候 那就完全不再是名词了 它就变成你生命的历练 这个是我很鼓励小朋友 也希望他们能够进来 来把课本上的文字 变成你生命真正的经验 让他从这里呢 能够找到更清楚的一个人生方向 这样子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 就比别人更早 订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有目标的人生 我参加国际韩国际年纪 耶